时定面线节将于10月7号登场 今年再度创新 时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指出 这次活动的主场地回到了时定之星广场 他表示自从老街实施假日行人徒步去后 发现有更多的游客在广场上活动 所以灵机一动将流水面线搭配广场喷水池 要让参加民众感受泡脚吃面线的全新体验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去那边玩 因为那边变得很安全 那也是看到这样的景象 所以想说那面线节也许我们可以加入不一样的景色 就是让流水面是从喷水池的旁边流过 那游客他可以把鞋子脱下来 然后把脚泡在水里面 然后一边泡脚一边吃着流水面 那应该是不一样的体验 今年除了同样有手拉面线的规划外 时定许家面线许人平老板还会教大家面线料理 同时这次还会招募在地小农和店家 一同加入文创市集 他还会教游客做一些简单的面线料理 对 然后我们也搭配我们的文创市集 然后招募在地的小农 或是周边的周边乡镇的小农 一起来摆摊 然后一起让时定这地方变得更热 今年的面线节一共设有五个关卡 包括手拉面线 流水面 文创市集 淡定二捐印 以及挑夫蒋古 其中挑夫蒋古也是首度推出的新活动 时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虽然现在淡兰吊桥在维修中 但其实淡兰古道的另一半也相当值得走访 所以这次以挑夫蒋古的形式 要带领大家来认识时定的在地人文历史 那一半淡兰古道是最接近自然风景的一半 所以我们会在淡兰古道的大平台上面 去请我们的齐老去扮演古时候的挑夫 然后在那个地方说故事给大家听 然后我们也请华泛大学的老师在旁边摆了茶席 那他们就可以一边喝茶 一边听我们的齐老说淡兰古道的故事 112年时定面线节将于10月7号展开 欢迎民众上网报名参加 报名成功者就会送淡兵购物金200元 闯关完成集张还可以兑换时定吉祥物淡兵二文身贴纸 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上 时定观光发展协会脸书粉砖查询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